所有的账户和单据 就是说到底投资了什么 多少钱 现在目前 剩下多少钱 同时也受取一份 针对所有不同产品系列 所有证券最新的股价单 就是说你 他们拿你的钱 就投资在一些高风险的东西 当时是投资多少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剩下多少钱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股价单 第二项要求 就是像这些金融机构的 高层管理层 要求呢就是 要求他们召开投资者会议 就像DPS 你们如果有看新闻的话 DPS HIGH FINE NOTE 他们已经召开了两三次的会议 上个星期 开投资会议来做什么呢 讲解每一个系列证券的价值 并且让投资者提出疑问 和征求澄清 所以你们有什么疑问 或是需要他们讲清楚的话 你们可以在这个会议里面 上面提出来 你们应该要求 在那个会议的时候 你们应该要求一个独立 而具有德高望重的一个人 参与这个会议 所以你们的主额必须决定 到底要邀请谁去参与这个会议 所以他可以做一个公正人 好不好 这样银行也不敢乱来 好 第三项要求 以分销商讲解投资者是如何被导 被导 投资于这些金融机构 这个结构金融产品 并商讨分销商应该如何赔偿 投资者的损失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 你们可以跟他们讲 有这样多人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去放定期总管 他们叫你买这个东西 然后跟你讲 那个是低风险 其实不是 如果有这种情况 你们可以集体的要求他 做出一个合理的赔偿 可能赔偿 不会是100% 我本身也是认为 作为一个投资者 你也必须承受一些责任 必须 必须是你的字也 请你放进去 那至于怎么赔偿呢 是由你们跟这些公司来商讨 第四点就是 集体法律诉讼的行动 如果这些谈判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没有办法达成合理的解决方案的话 那集体法律诉讼行动将是最后的选项 不要扁 他们不要赔偿 你们又 你们要办法 可能你们亏损的是超过五万元 又不能去金融调解中心谈判 所以怎么办呢 上括咯 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过程 我们是认为 集体诉讼 你们所要分担的那个 那个律师费 会比较少 而且算不算算的问题呢 也要看情形 就是谁跟你们打 怎么打这场关系 这是我们不可以介入的 因为我们是局外人 我们只能介绍你们一些律师 提供你们的意见 你们应该是怎么去进行 最好的方法去进行这个集体诉讼 好不好 所以待会儿如果你们就分你们的组员 然后去讨论一下 到底你们有没有考虑到现在 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马上要去法律诉讼 就是说我们不要筹备资金 去军粮啦 打算也要先筹备军粮嘛 还有人马 当我们有足够的人 比如说五百人 我们就可能真的是去 互打 就是这样了 如果我们的组员数少的话 我们可能就 就没有 可能很多人就不能负担 这个这个集体诉讼的 这个律师费 所以这个团结是很重要的 团结是很重要的 可惜法律诉讼包括以下的两个论点 在产品说明书和行销工具里 就是说所有最有误导性的资料 就是说你们必须开始收集这个资料 就是他们卖你的时候 他们给你们看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卖给你了以后 他们给你们看的又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 我们是说说明书啊 就是prospectors 和他们所刚跟你接触 卖给你的时候 所看的这东西有没有错误 不对的地方 这些都是很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要跟你们的律师 去商讨这些细节 对于我们啊 我们本身 我们不是一个集团 我们只是一个协调者 第二个第二点呢 就是行销代表不实的陈述 和不错当的产品推荐 大家讲过了 不实的陈述是说 这本来是高风险 你说它是低风险 这是不实的陈述 然后说 你本来说我要买债券 他们卖的你那个 雷曼债券 其实不是债券来的 这是不实的 不是投资在六间银行的那个 那个债券 或者六间银行的那个公司的债券 这个完全是不实的陈述 这两点你们可以上法庭 有的快 根据我们跟律师的讨论过 只有这两点 投资者的集会呢 会继续一直延续 但是这个是很伤神啊 很伤时间的问题 所以每个星期都要来这边 我知道大家都有一点累了 但是我 就说是 大陆追逐 如果有两个人三个十个人在那边 我们还是会继续 除非就没有人来 这样就不用讲 成绩的就是会继续在这里 谢谢 我们会每周在这里放映 也说脚肉的机会啊 目的就是交换意见 所以当你去投诉了以后 最后会跟你讨价还价嘛 所以我们可以召唤意见 在你承诺他们的赔偿的之前 你们要协调一下 就和我说说 环节就是力量 他们现在用的策略就是分化 很多分化的过程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 然后你们可以再互相交换意见呢 然后就讨论怎么下一步怎么做 所以说是集体输秀的话 你们要讨论到底要以什么方法去进行 这个都要打曾经来先生和我们这些一共呢 是不会去参与 所以我们的组长会带领你们 去做这个讨论 好吧 曾经来先生的部落格啊 就是那个blog啊 网上的那个blog 曾经来先生 是意请大家 如果能的话是到他的部落格 去看最新的消息 我本身的部落格也是有 我本身的一些文章 最近已经是讲 就是解释那个雷曼的债序是怎么样来的 我们都有这些资讯 他的部落格 曾经来先生的部落格是 Dankindian 就是 T-A-N-K-I-N-L-I-A-N Dot Blogspot 就是 B-L-O-G-S-T-O-T Dot.com 我的部落格就比较长了 就是 Singapore Alternatives 新加坡就是 Singapore Alternatives A-L-T-E-R-N-A-T-I-V-E-S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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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I-V-E-S 有一个S的 S for Singapore .blogspot.com .blogspot 就是刚才那个B-L-O-G S-P-O-T T-T-T Thailand .com 所以 因为